你要駕照嗎 你要靠邊停一下 車子是你的嗎 你要前面直接靠邊停 警方在路上藍庭輛轎車 只見駕駛打了右轉燈 還以為要乖乖靠邊停車 結果對方突然又變換車道 加速逃逸 遠景立刻鳴笛追趕 但駕駛完全忽視其他庸人安危 一路橫衝直撞 開到輪胎爆胎也不把車停下 他吃到他吃到 今天場面嚇壞遠景 轎車後來甚至跟地面擦出火光 風火輪真實上演 12號凌晨1點多 台灣警方在中立環中東路 發現輛轎車一下往左一下往右 而且駕駛沒吸安全帶 但上前攔檢對方卻不配合 在街頭一路狂飆 沿路蛇行闖紅燈 輪胎扯受不住一路高速行駛 左後輪突然爆胎 在竹北交流道冒出大量火光 最後在新竹街頭失控自撞冒煙 警方火速停車上前帶人 並協助滅火 發現42歲正姓駕駛原來是通氣犯 而女友坐的副駕駛座上 還藏了五包安非他命 警循後全案依毒品外防治條例 公共危險罪毒品及槍暴通氣 移送台灣新竹地檢署承辦 駕駛為了躲避茶器 從桃園逃到新竹距離超過41.3公里 因為輪胎先舉白漆投降 最後毒鴛鴦狼狽落網 體驗新聞廖宗新調判 桃園採訪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